大家好 歡迎大家繼續來收看 自由人的期貨交易人生 在前幾集自由人曾說過 我離開台北並不是因為交易的不好 而是因為感情的因素 回到家鄉宜蘭 雖然心情好過多了 可是一個人的生活 的確是非常的無聊 2006年自由人已經33歲了 爸爸媽媽常常在耳邊催促著結婚 這時候我老婆出現在我面前 那我鼓起勇氣約她出去遊玩 她也欣然的答應了 這個表示說我有機會了 那有一天晚上 我老婆請我去她家吃晚餐 我到的時候只有我跟她兩個人 桌上擺滿了一桌好菜 都是我老婆的拿手菜 鮮魚與烤牛排 她特地準備了紅酒與白酒 請我喝 在這之前 自由人是只喝啤酒了 從來沒有喝過紅酒與白酒 所以我常說啊 我會喝酒其實都是我老婆帶壞的 那那天晚上我們兩個喝得很高興 吃飽飯煮之後 那我們聊聊天到了十點多 我跟她到晚安準備回家 但是從她的表情 似乎看起來有點依依不捨 那自由人終究還是表現出聲勢的態度 跟她說 晚安 明天我們再見 那 多年之後 我問我老婆 你為什麼要嫁給我 她跟我說 因為你的酒瓶好 喝醉了之後 不會有小動作 也不會借酒裝瘋 我覺得你是一個可靠的人 嗯 這個 的確是一個很好的測驗 所以啊 我們現在只要是身邊的朋友 要結婚 我們就會 約他們到我們家 把男方灌醉 然後看看他喝醉時的表現 來決定這個男人 值不值得托付終身 那 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兩個彼此都有好感 那 在那之後 有一天我問她說 你要不要結婚 那我老婆回答說 好啊 認識兩個月 我們就閃電結婚了 訂婚後 我們才住在一起 啊 誰知道 這才是考驗的開始 我們兩個住在宜蘭市的市郊 老婆的 家中的書房 就當成我的操盤市 白天老婆上班我交易 這段時間 老婆常常在盤中打電話 問我說 今天想不想她 那這個對 結婚的男人來說 當然只有一個字啊 一定要回答想 嗯 然後我又掛掉電話 繼續打單 又沒多久 又來一通 老婆又問你說 你今天晚上想吃什麼 我就說 你想吃什麼 就吃什麼 所以我又 掛了電話 繼續打單 嗯 從 訂婚到結婚 這段日子 我們兩個 開始有了 生活上的摩擦 我開始懷疑自己 是否 適合 婚姻生活 因為以前的生活 我只要搞定我自己就好了 想去哪就去哪 想玩到幾點就玩到幾點 現在每一件事都要報備 非常的不習慣 越接近結婚的日子 我們的摩擦 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大 我開始在想 欸 是不是有什麼方法可以毀婚 但這終究只是個念頭 因為自由人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人 既然決定了 就繼續走下去吧 呃 我跟我老婆相處的過程當中 常常為了晾衣服吵架 我想這個 應該是所有的 結婚的 家庭應該會遇到的 琐事吧 那在我們家就是為了晾衣服 吵架 那我是一個 非常隨性的人 洗衣服就是全部丟進去一起洗 然後再拉起來 隨便晾一晾 有乾就好就穿了 好 我也不管衣服皺不皺 但是我老婆會要求我說 洗衣服的時候要分顏色 要分褲子 你要分衣服 然後襪子不能混著洗 要個別洗 那晾衣服的時候 你那個 衣架 要對齊那個縫線 不能讓 衣架把衣服 上衣弄得 凸凸的很難看 那我從來沒有這樣晾過 我都是乾了就穿 哪裡凸 哪裡不凸 我也沒在意啊 所以啊 每晾一次衣服 就吵一次架 哇 這個真的是 住在一起之後 才會發生的事情 當然還有很多瑣事 比如說擠牙膏 聽說有人為了擠牙膏 離婚 中間擠啊 或是 從最下面擠啊 這個擠牙膏也是一個問題 這個各位應該都很有經驗 那因為有這些生活上的不愉快 於是我開始寄情於交易 我突然發覺 只有在交易的時候 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但是一旦收完盤 我又有強烈的失落感 於是我開始在部落格寫文章 一天至少寫三到五篇的文章 那由於寫文章要 需要筆名 那時候的我 認為自己一點都不自由 於是我取了 自由人這個名字 當時取自由人的名字 的時候 完全是因為 我想脫離這個現實的社會 躲在那個數字跳動的世界裡 在那裡找到我自己 賺錢的喜悅 賠錢的難過 我都能夠一一克服 這是一種成就感 沒有人可以賦予我這樣的感覺 所以自由人的稱號 就是這麼來的 我渴望 財務上的自由 因為有了財務自由之後 才會有物質上的自由 有了物質自由之後 才會有時間上的自由 但是自由人最終的目的是 我要追求心靈上的自由 但是 這是很難的 或許我永遠都做不到 今天的奇卧交易人生 就說到這邊 下一週的主題是 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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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掰掰 請問大家 歡迎